欢迎收看105年8月29号的港独新闻 我是罗绍军 新闻的一开始先带你来关心今天的新闻焦点 师傅教育局体育处和小港医院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在小港医院设立了高雄市优秀选手 运动伤害防护联合门诊 共同为照顾高雄市优秀的运动选手而努力 高雄市社会局利用桌游游戏高度的互动性 带进社区甚至是到偏乡沿海地区推广 增进祖孙间的感情 鼓励家庭缩短使用智慧产品的时间 脱钩桌游感受彼此真实情感 新闻港督有线电视主办的幸福区里一日游 周六前进新兴前津河沿城区 来自各地的民众在导览人员的代理下 畅游当地景点及特色小吃 也看到这块城市的历史故事 大家都知道运动选手最害怕的事情就是受伤 那么为了照顾基层运动选手的健康 并提供贴心的医疗服务 市府教育局体育处和小岗医院 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在小岗医院设立了高雄市优秀选手 运动伤害防护联合门诊 共同为照顾高雄市优秀的运动选手而努力 市府教育局体育处和小岗医院共同合作 在小岗医院复健科设立了 高雄市优秀选手运动伤害防护联合门诊 29号上午进行了节排的仪式 透过门诊设立 要提供高雄市170多位基层运动选手 优质贴心的医疗服务 这个联合门诊的成立 并不是说在运动伤害的时候 我们才来治疗 而是在前期开始 运动员在所有进行训练的时候 能够得到最好的专业的知识的照顾 能够保护跟延长我们运动选手的 这个精彩的运动生涯跟生命 提供更便利的医疗服务 并补助经济弱势的优秀选手医疗费用 让选手们能无后顾之忧的 可以让选手马上受伤的时候 更快的去接触治疗 然后再复健 对然后后医生也会比较减少 我们其实受伤的时候就是 一定都会跟时间在赛跑 因为没办法说休息太久 所以我觉得这个管道是真的非常好 三方共同签署合作一项书 并且还制证给运动选手们VIP卡 共同为照顾高雄市优秀运动选手而努力 随后还一同进到了联合门诊诊间参访 了解治疗当中会使用到的仪器以及相关设备 期望在专业团队的照护模式下 让选手们都能展现实力 在运动场上都有最佳表现 最特别的地方就是两个专科医师同志看诊 这个是其他地方没有看到的 因为通常古科医师跟护健科医师 看的方向会有点不太一样 诊间马上备有运动伤害 常会需要用到的检查仪器 就是重播检查 针对运动伤害治疗 先进的一个治疗方式 明年度全运会以及全中运赛事即将到来 希望从照顾基层选手的健康做起 提升选手的运动表现 期盼能够为高雄市赢得更好的竞赛成绩 还要放眼到国际赛事 能再为台湾多天击面金牌 港督新闻李战道薛远珍 蔡芳报道 你喜欢路跑吗 其实近几年来路跑已经成为全民运动了 光是去年在台湾举办的路跑赛事 就有高达740场 高雄地区也有63场 也带进了高达20亿的产值 市府体育处也在今年提出具体政策 希望建构产业所需要的重要资料 并且资源赛事筹办所需要的服务 路跑活动在世界各地 已经成为一股流行的风潮 光是去年在台湾举办的路跑赛事 就高达了740场 104年在高雄地区的路跑场次 就高达了63场 平均每个月超过5场 多达32万人次参与 但是您知道这些数字背后还带来哪些产值和效益吗 公益善其是必先利其器 你可能要买一双跑鞋 可能要买不错的运动服装 甚至你到外地要参加跑步比赛 所以带来很多的产业的商机 所以我们估计光是我们去年在高雄市的路跑 60几场参加的人次大概有超过30万人次 带动的产值大概有20亿 光是报名费就超过2亿 体育处表示前年在高雄地区举办的路跑场次有30多场 去年成倍数成长 截至目前为止今年就已经累积到70场 无论是公部门还是民间团体 都希望借由路跑活动来吸引人气 眼看路跑活动仿佛成为全民运动 但是却没有相关的政策来规范 该如何让赛事的举办可以有完善的机制 体育处也积极地在推动 6月时候我们高雄市政府就已经颁定了一个 就是路跑审核的一个计划 就是只要在我们高雄市 要办理1000人以上的路跑活动 那我们体育处都愿意来提供这样的一个行政机制的服务 结合我们跨局处的资源 来让整个的一个相关服务能够到位 由于路门的门槛低 让路跑成为老少嫌疑的运动 虽然路跑已经未为风潮 想要参加的民众 也要事先了解自己的身体状态 以及天后状况 以免造成遗憾 所以经过这长时间的运动 加上一些天气的因素 可能导致很多意外的产生 所以这边我们也特别呼吁所有的跑友 在参与这个路跑比赛的时候 一定要做好充分的准备 包括你的睡眠 前一天的睡眠非常重要 很多的跑友因为前一天太兴奋了 他可能没有充分的睡眠 那就在参与比赛过程中 就很容易出现一些意外 参与人口的扩增 也让产值不断的再提升 不仅为企业带进不少商机 也为城市做了最好的城市行销 期望在市府的政策规划 以及行政服务的双管旗下 为路跑活动提供更优质的环境和品质 才能让民众安心的参与 达到休闲健康的目的 港督新闻李正道薛婉珍采访报道 您玩过桌游吗 这是一种可以多人玩 抑制又动脑的游戏 高雄市社会局就利用游戏高度的互动性 带进社区甚至到偏乡沿海地区来推广 增进祖孙间的感情 27号亲子桌游活动的决赛 来到男子区翠平里 社会局副局长也到场颁奖 鼓励家庭应该要缩短使用智慧产品的时间 透过桌游感受彼此真实的情感 是什么这么好玩 吸引大朋友小朋友 还有长辈围成一桌一桌 原来是时下相当流行的互动游戏桌游 高雄市社会局为了推广增进家庭 祖孙间的沟通情感 利用桌游的趣味性 让沿海偏乡的社区民众 也能感受亲子合作的乐趣 很多的家庭 大概小孩子最大的心愿就是说 看可不可以跟父母亲 多一点相聚的时间 所以今天我们社区发展协会 这么有心办这样一个活动 最主要就是说 很多的阿公阿嬷 很多的小朋友 都能够跟父母亲一起玩 27号上午亲子桌游活动决赛 来到南子区翠平里 现场气氛热闹欢笑声不断 多位区长及里长也都受邀 前来参加感受简单游戏 创造出的五线魅力 那我们今天是由南山紫陀营 就是南紫三明 左营 弥陀 紫关 有五个区 那八个社区来参加这个比赛 今天是那个总决赛 谢谢我们几个社区发展协会 他们与这样的一个亲子互动 所有的一个这样的一个游戏 来建构 我们已经慢慢的被消失了 这样的一个亲子的一个 这样亲情的一个建立 所以我们在这个地方真的很感谢 一阵角逐竞赛后 比赛结果终于出炉 前三名有母女组也有全家参加 都开心的拿着奖牌与礼物 留下美好纪念 我觉得很有意义啊 这个可以跟亲子以及那个社区能够结合 那是最好的 藉由这个活动 看到他们那小孩子脸上的那一种志气 还有他们那一种对事情的那个研究的专精的态度 那么也在这些长辈的这个眼神里面 看到子孙之间 亲戴之间的代间融合 达到一个很好的一个发挥 利用这个这样一个活动 带动亲子之间的和乐 我感觉是做意义的工作 家庭如果过得好 整个社区整个我们区域就是很平静 随着电脑科技快速发展普遍之际 许多人也因此被剥夺 与家人互动沟通的时间 因此其内透过桌游的高度互动 让社区代间更加融合 重塑家庭凝聚力 港督新闻李正道罗绍军采访报导 接下来关心到警政消息 高雄前阵子连续下了好几天雨 居然出现了以雨天作为掩护的窃盗外客 专头汽车上的行车记录器 以及卫星导航等财务 远景汉监视器锁定一名 妻死年次的中性男子 果真在嫌犯住处搜出账务 受害者气愤表示 记录器被偷走就算了 心疼的是车子上的内装和车窗 维修的费用 动辄就要上万元 下着大雨的夜晚 影片中清楚看到一名男子 骑着脚踏车 鬼鬼祟祟在路旁的自小客车中 来回穿梭 日前警方接获多位民众报案 表示自己停在停车阁的车窗被敲破 车内的行车记录器和导航系统 一夜之间全都不见 竟然就是证明雨天怪客所为 我们警方调阅监视器以后发现是一名歹徒 他是利用下雨的夜晚 他是骑着脚踏车 穿着雨衣 沿路寻找作案目标 然后下手行窃 警方根据监视器画面锁定证明 七十年次午夜 其有窃到毒品诈漆等多项前科的中性男子 果真不出所料 几番搜索后 在嫌犯家中起货 行车记录器十四台 导航汽十台 种类多样让原警也大开眼界 根据警方调查中性嫌犯 因为染上毒瘾又缺钱买毒 只好挺而走险 利用下雨的夜晚破窗行窃 十多名受害车主气氛表示 行车记录器被偷走就算了 心疼的是遭雨水淋湿的内装设备 高额的修缮备用 该找谁讨 港都新闻李嘉隆罗绍军采访报导 七点港都有线电视主办的 幸福区里一日游 周六前进到新兴 前进吉岩城区 而自各地民众 在专业导染人员的带领下 畅游当地景点及特色小吃 一整天下来 除了造访香蕉码头 认识昔日台湾香蕉王国传奇外 也在历史博物馆内 看到属于这座城市的历史故事 幸福色区 一日游 出发 就在全车人员宽呼声中 幸福区里一日游正式出发咯 首站是来到位在严城区的历史博物馆 这里的特展多到不行任君参观 有介绍各区的人文历史 自然环境 也有展览 可以让民众更加认识高雄 感谢去年办这个活动 然后今天的活动 感觉很好玩 很温馨 然后来这里历史博物馆 也觉得很特别 来到严城 站在香蕉码头窗边 远眺船只入港的景象 也不能错过 民众不仅可以扮演起娇农 体验昔日台湾香蕉王国的滋味 也能像小朋友一样 拿起纪念章蒙盖 为到此一游留下纪念标示 当中有全家大小同行 也有亲朋好友纠团参加 对于清廉港都用心安排 幸福区里一日游 给予肯定外 也对居住的高雄 有了更深认识 我觉得清廉港都一日游 这个活动很好 因为像我本身是高雄人 可是我平常都不会到这些地方 什么历史博物馆 或是香蕉码头 高雄港之类的 然后这个活动 就会让我更认识自己的家乡 所以我觉得很开心 这些地方都或许 我们一般民众他都有听过 但是他不见得会实际去到访过 那我们也透过专业的导游 来带领我们民众来周访这些景点 那今天的天气也非常好 那这半天下来 我们看民众的性质都非常的高昂 那我们也希望今天来参加的民众 他都能够收获满满 说照访城市的历史轨迹外 城市亮点当然也不能错过 不论是搭乘爱之船 在导览解说下 了解高雄这条母亲之河的故事 或是到劳工博物馆 看看昔日劳工的心酸奋斗史 接下来再前往捷运美丽岛站 两头赞叹光之穹顶的艺术之魅 高雄城市的翻转进入眼帘 很感谢我们港督庆年 办这么有意义的活动 让我们所有的民众 可以来参加这个活动 然后可以知道高雄市的各区各景点 那今天这个活动是在 沿城前津跟信心 现在就是我们新天窟 最美丽的景点之一 欢迎大家有空踊跃来 从左营区起跑开始 齐连港都有线电视举办 幸福区里一日游活动 几乎场场爆满 广受收视互欢迎 除了透过专业导览 带领民众造访区里 同时也能体验地方特色小吃 也难怪每位参加的民众 各个开心不已 直呼爱上高雄 幸福自立与自由 齐连港都爱高雄 港都新闻综合报导 您喜欢自己冲泡咖啡吗 但需要怎么冲怎么泡 咖啡才会好喝呢 青年港都爱高雄城市行动厨房 就有一堂手冲咖啡的DIY课程 许多学员也都有自己冲泡咖啡的经验 不过经过老师指导后 泡出来的那种咖啡口感真的差很多 研磨好的咖啡马上用热水冲泡 厨房教室里立刻充满浓浓的咖啡香 不过水要怎么冲 泡出来的咖啡口感可是大不相同 看着咖啡液体缓缓落入杯中 大家迫不及待想要喝喝看 经过老师指导的咖啡层次丰富 鲜酸厚干口感果然不一样 就比较香一点 真的有那个酸味 而且是感觉很舒服的那个酸味 以前都直接冲不知道记起来 用起来它的咖啡都还特别像 酸味会直接先穿出来 然后穿出来之后吞下去之后 舌头上面感觉是甘甜甘甜的感觉 比较不像传统的 喝起来会有很苦的味道 参加手冲咖啡课程的学员 大多是爱喝咖啡一组 也都有自己冲泡的工具 但是从选斗到冲泡方式和冲泡时的心情 都会影响咖啡的口感 大家都收获良多 真的很好 因为我平常有喝咖啡的习惯 都是用机器 家里用具都有 但是很少自己动手泡 有冲过可是都没有成功 因为之前都会少了中间先让它封起来 那个步骤 之前冲都会有一点沙沙的感觉 就是有点水速太快 所以把咖啡的粉冲进去 可是老师讲解完之后 就会清除很多 不一样 因为那个我们实作去泡起来的咖啡 冲起来那个咖啡就是 有一种酸酸围干的感觉 围干 我们以前都不会就是整个倒下去 这样就是 一咕噜就喝完不知道什么叫咖啡 只知道苦苦的 手冲咖啡 好喝 课程中咖啡老师从认识咖啡豆开始 到介绍咖啡器具和示范冲泡方式 带领学员进入手冲咖啡的世界 最好是在两个礼拜内喝完 从期间烘焙日期一直到 在那个两个礼拜这段期间 是最好的烘焙日期 所以你买的时候 最好是在这一两三天就烘焙的 我们在家悠闲这样子做 就有助一个早上精神也很好 心情也会很愉快 所以这很值得鼓励的一个活动 用短期的时间能够教导民众 去了解这个一些 我们周边相关的事物 真的很好 这个知识很好 在繁忙的工作后 不妨静下心来 放慢脚步 和好朋友一起品尝 自己做的手冲咖啡 让思绪重新调整 继续下一次的工作能量 城市行动厨房在9月1号4号 还有最后四场次的 美食D&Y课程 邀您共享自己动手 做美食的乐趣 青年港独爱高雄 城市行动厨房成功 港独新闻潘志光 赛队长邦采访报道 市面上牙膏的种类很多 尤其有标榜各种不同的功能 有防蛀牙抗敏感和美白牙膏等等 其中的成分和孵化物及研磨剂有关 而成分过高可能会伤害到牙齿过低 又会清不干净 那么到底要怎么选购适合的牙膏呢 请您一定要收看今天晚间九点首播的高雄亮起来 用牙膏刷牙可以帮助牙齿清洁 是因为牙膏里添加了研磨剂增加摩擦值 摩擦值高的话就标榜是美白牙膏 但是摩擦值太高 小心会磨掉保护牙齿的法郎值 让牙齿变得敏感 使用过多过硬过粗的研磨剂伤害法郎值 反而不是让你美白 因为在刷牙过程中可能会造成牙齿产生很多凹痕 因为它太大力了可以一直摩擦一直摩擦 所以造成反而细菌容易卡在里面 然后会更恶化 牙齿又变更恶化 刚开始你会觉得有改善 可是当你把法郎值伤害之后可能会更严重 因此标榜抗敏感的牙膏里面就会减少研磨剂 增加孵化物来保护牙齿阻断神经 但提醒您有时吃完东西不能马上刷牙 就是平常尽量少吃酸性的东西 因为酸就是会腐蚀我们的法郎值 或者说你吃完东西 有人是说五分钟之内要刷牙 但是有时我们外出也不是这么方便 所以像我个人的习惯是吃完东西 我一定会先漱口 像如果刚吃完酸性食物也不要立刻刷牙 因为它是酸嘛 就会腐蚀法郎值 然后你再用牙刷去刷 可能又会对法郎值的伤害会更大 所以先漱漱口 然后就是尽量多喝水 然后再过一两分钟再去刷牙 至于标榜防住牙的牙膏 里面的孵化物剂量就会偏高 但大人和小孩的剂量有别 太多反而也会伤害牙齿 一般是六岁以下的小朋友 我们会建议使用500ppm以下的那个佛化物 然后如果是成人的话 可能是800到1500 然后就是刚刚讲到就是适量嘛 所以我们就会选择800到1500ppm之间 那小朋友因为牙齿生长 就是六岁以下的儿童 他生长比较快速 所以如果你给他太多的话 可能就会产生像刚刚提到的佛斑牙 回归牙膏的功能是以清洁为主 民众为求其他功能无可避免会选购特殊成分的牙膏 但提醒您最好每半年检查牙齿注牙状况 适当调整牙膏种类 才能够保护牙齿的健康 更多选购牙膏的方法 请锁定周一晚间首播的高雄亮起来节目 港都新闻综合报道 接下来请看港都生活讯息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明镜与点点栏目 提醒您 青年港都有线电视配合NCC国家数位化政策 从即日起将为收视户家中的电视机免备安装数位机上盒 而且家中有几台电视就升装几台机上盒 欢迎观众朋友尽快申请安装以维护您的收视权益 详情都可以上到本公司官网或脸书查询 那么明天的天气状况如何呢 透过高雄都会气象台带您一块来关心 高雄台南屏东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气温25到32度 南投台中张跨云林嘉义地区多云气温25到33度 台北基隆桃竹苗地区多云气温23到34度 亦南跨连台东洪湖金门马祖地区多云短暂震雨 气温22到33度 以上就是今天的港督新闻 祝您每天都有快乐的好心情 我是罗绍军 我们下次再会 我们下期再见 字幕志愿者 杨栋梁 我的青春是用棒球写下的日记 当教练之后 我常告诉小球员们 一球入魂是我们唯一的信念 看见在地人的心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和您一起用心 每天早上我们都是准备出发 不管这时也有什么 不管港督也有什么天 都可以看到我们的心 因为这二十几年以来 全高兴市民博物 就是我们最重要的任务 永远的老朋友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青年港督有线电视 与您一起看见高雄 人都可以看到